从云丹大学毕业分到各就去 到那以后我才发现 那个地方可能是我在中国 可能是我最恶心的一个地方了 那个地方东边有个老音商 西边有个老音商 老音商比老音商高 所以都说各种的女人比男人厉害 那个老音商有一个 一个巨大的一个女性生殖器 连小孩都知道 整天往那看 然后每天上午十点 太阳才从老音商上 老音商上慢慢趴上来 五六点就落到老音商的背后去了 所以那个地方老下雨 那个地方的雨就跟那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差不多 特别的阴冷 特别的冥长 看这下下雨 实际上摞到你脸上来的时候 就是一种特 阴苏苏的一种感觉 好像是雾那样的 当时在昆明的时候 我心永远有一个在远方 我那时候老是什么 就看那个泰格尔的事 他有一句话 我特别记得就说 我心虚不灵 什么 我思念遥远的 就是哎呀我忘了那个 反正我是我心灵的流浪儿什么的 因为北京 毕竟北京是 北京我也不知道 反正北京这两个字 迷人 那个地方迷人 我就想来 在北京我就感到气氛特别沉闷 我今天有点讨厌的地方 这文化气氛 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每天不干正事 有所好闲 他们就 也跟在你表 叫到一块 你搞不清是在干什么 你个人 我觉得我当盲流是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 好像不知不觉的就当上了 没有说是 我在很早以前 我计划要当盲流 我没这么计划 这是什么 不知不觉就是盲流 因为我一毕业了 我想干我自己的事 我想去拍照 我不想去坐在办公桌前 当个美术编辑 我到现在 截至现在 也没有北京户口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有一批 当时在海淀 像画画的 写诗的 搞行动艺术的 这一批人 都是没有北京户口的 在 因此 就是 噢 一批人 一批人 二批人 無论 一批人 二批人 好久不見了 纠彩的大地 我透镜着太阳 装作的简直 门路不开 紧闭着双眼 我紧靠着架 装作的简直上 也没有这脑袋 我不会离开 我不会存在 我不会活得过分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消失去之后 从头带来 好吧 上帝说话 你们听着 现在不是我的声音 是上帝的声音 这是上帝 这个我 我不知道 这个 是一个女孩吗 你们说是女的吗 上帝 是吗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上帝有听见吗 我不知道 谁知道谁说 这谁说火 我他妈的 一天到晚就是火 他妈的这世界上就缺乏火 我 我妈的 我就想把这火烧起来 他妈的烧不起来 我 我的火 哎哟 我妈的 我哪怕呀 哎哟 我这丁有感觉的心 哎哟 我的 妈的 我他妈的 我他妈的跟天通着 我会冒险 不leich 您帮多少 我看 不离 是 上帝啊,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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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哟,我的妈妈,我是谁? 哎哟,我的妈妈,我是谁? 太多怕了! 我告诉你们,这世界,整个她妈的一个信到错! 就她妈的信到错了! 我她妈的,我什么人? 我她妈的,我不知道! 我她妈的,我告诉你们,我在说话! 慢慢来,我跟你说,咱们这场戏十一点半,最多十一点半。 我本来想吃一吃,看来,人多了,嘴砸! 嘴砸了,事多了! 她妈的,逼,生事了! 我她妈的,以为今天就咱俩俩在这里! 行,咱们画画,画她妈的,逼,画! 老子想让她飞上去! 没气,没气! 你她妈的,你从哪儿来! 我叫沈月,是那个,无证无主义傻蛋乐队的主唱,职业不务,春婚。 我们来说,有很多的、我们玩的这种音乐, 在欧洲和美国什么的,有两种也。 具体来说,一种就是纳粹吧,一种就是那种,纯纯的反纳粹。 这种两种人是绝对对立的。 但是这中国国情故事特别一样的,我玩的音乐只是因为纯喜欢的。 我们有一首歌,是我要把这个1995年写出来的。 这是我要把我的乐情和大变动通通套在《骑士》上面。 然后这个他肯定就没法出版这个。 所以他就在出版的时候就把《骑士》就没写在上面。 然后MTV的拍的时候,把这段就突然拿到什么,别的声音给压过去了。 北京生活实验场,觉得北京就是中国。 其实这是一个盆景。 北京是一个盆景。 上海也是一个盆景,广州也是一个盆景。 但是真正的中国是什么?真正的中国是我的家乡。 是山西,是山西分阳。 这个县城很小,就是我能够从,如果你从县城的东面走到西面的话, 可能步行只要十分钟这样的样子。非常小。 这个电影,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也是我确定了我自己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要在这种世俗的生活里面来关注底层人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那是真正的中国。 也是我自己最牵挂的一个底子。 年前的电影在运动车间的开口。 更多烈彩的处理,是山西分队。 我开始学来的电影。 插我了这好门。 中国人一个免。 比赦吗? 她是一分钟。 这个是胆黄,我就给你放点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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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